欢迎回来 高雄美农以客家文化闻名 全区人口有9成以上都是客家籍 因此游客来到这里 可以体验最道地的客装风情 像是当地才吃得到的木瓜板 就是美农人的专属早餐 用木瓜丝做成板 搭配特制的蒜蓉酱油 甜甜咸咸 是在地人的最爱 另外还可以体验传统的客家红板DIY 白色的米团 里头包着红豆还有芝麻 象征吉祥以及喜气 跟着镜头 带您从美食开始 感受美农客装的美丽 铁盘上煎到金黄发亮的饼皮 阵阵香气不断传来 这是来到高雄美农 才吃得到的限定版早餐 古早味木瓜板 木瓜板来咯 谢谢 刚起锅的木瓜板 外观有点像是葱油饼 一口咬下饼皮外脆内软 不同的是里头有着满满的木瓜丝 淋上特制的蒜蓉酱油 咸咸甜甜的组合 配上一杯豆浆成了美农人最爱的早餐 他们的木瓜板就是有一种香气 因为它用了虾米跟油葱下去炒过 然后别加的就是吃不出来这种味道 热的话外面吃起来会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软软的这样 然后发酵的话我觉得就是会变比较Q 其他家吃起来就会有那个黏在你嘴巴的感觉 就是可是这家都不会 这家就是搭配豆浆吃起来就是会很 就是感觉很清爽 Q弹Q弹的木瓜板 都是每天清晨老板彭雅伦和家人一起制作 板是客家人对米食的统称 而店内最大的特色就是加了木瓜丝 新鲜采收的木瓜削皮后再抱成细丝 要用它来做成板 木瓜的熟成度可是大有学问 就差不多有五沟黄 就是木瓜本身它外表会有一个黄黄的一个沟沟 就是大概五沟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要超过了 最好是四到五之间 它才能削成那个铅 不然它会整个就是软软的 没办法刷枪 那吃起来就不一样了 口感也会不一样 过熟也不行 过熟不行 那木瓜放下去了 然后就是我们自家炒的那个 虾米跟那个红葱头酥 抱好后的木瓜丝 还得跟红葱头酥和虾米一起下锅煮滚 再跟特调的再来米浆混合 才能下锅煎 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何要用木瓜呢 那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婆婆 自己家里有种木瓜 所以就把木瓜采收了 就把它当成一个点心来吃 原来木瓜板是彭亚伦的婆婆想到的 因为家里有种木瓜 而客家人勤俭总想要把食物多做变化 才会把甜的木瓜做成板 没想到意外好吃 最早婆婆骑着摩托车到处卖 后来才开店专卖早点 看似简单的小吃 但彭亚伦嫁来后 可是跟在婆婆身边学习了整整四年 当初我在学习的时候的那个四年 就是很艰辛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不能倒下去 所以还是要延续这个家乡味 因为除了学木瓜板以外 我还要学其他的早点 就是包粽子 然后做捏包子 还要学做年糕 还有那个芋头糕 每天清晨四点就要起床 备料制作 传承婆婆的味道 接班这十五年来 彭亚伦一点都不敢马虎 木瓜板也成了美农特有的早点 吸引不少人莫名而来 有些他们也是在新竹啊 还是台中下来的 也会先电话先叫我帮他留 他们就买到木瓜板之后 然后就是吃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哇谢谢你哦老板娘 终于买到了 我说他们说他们上回 放假回到美农买 没有买到 除了木瓜板之外 美农的大街小巷 可说是卧虎藏龙 有着无数的客家在地美食 像是这家开在水墩旁的老店 外观不起眼 但这里的手工板条 却是在地飘香近二十年 这个磨米呢 有工夫哦 大小有关系 你磨得太稀的话 板条做起来 做不起来 浸泡一到两小时的再来米 加入黄金比例的水 磨成米浆 接着倒入铁盘 下锅蒸上一到两分钟 就能起锅 好啊 它好的话 它会有一个气泡 使用红砖头 制成的大灶 仍遵循着古法 以木柴烧火来蒸板条 柴烧出来的香气跟口感 跟瓦斯蒸出来的 就是不同 刚起锅 一大片就好像白色毛巾一样 所以客家化的板条 就叫做面帕板 从做法到口味 全都是老板中原正 从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早期的时候 祖母啊 母亲啊 他们在做这些板食的时候 我们都有在旁边帮忙 所以说我一直是想说 把这个文化呢 还是要传承下去 自家炸的猪油跟猪肉丝 先炒香 再用酱油和米酒调味 加入韭菜 豆芽菜 大火快炒 一道炒板条 看似简单 却有着满满的客家精髓 Q弹口感 及迷人香气 叫人回味再三 板条是他自己制作自卖的 也是自己炒的 这个板条是蛮Q的 为了传承 家里的古早味 中仁镇选在儿时兮兮的 水尊旁开店 别具意义 为了推广客家饮食文化 店内除了提供古早味美食 民众还可以亲手制作客家红板 我们量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撑开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全开 客家红板 类似闽南人的昂姑柜 不过外形很不一样 白色米团 包入红豆和芝麻内馅 中间再披上一条红色米团 像是丝带一样做记号 也象征吉祥和喜气 是一条红色的披缝 那这个披缝的用意就是说 带来一种喜气的样子 这个红板呢 昂姑柜呢 就是它就是有在神明诞成 还有祭祖先的时候 像美农客家扫墓的时候 就是常有在用这个红板掌 每一道料理都充满着在地人文风情 身为客家子弟中仁镇希望透过美食 宣传客庄文化 游客们更能借由城乡导游的网站 了解店家故事 感受美濃魅力 虽然在疫情冲击下 生意萧条许多 常常都入不敷出 但看到有不少人特地远道而来 让他很感动 也是支持他走下去的动力 有这种的游客 我从台北下来呢 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们的网站 我才来到这边 压力真的很大 那就只能克服一下 因为我想说会熬过起来 因为为了客家美食 要这种精神要 还是要传承下去 客家的应景精神 从食物到居民展露无遗 走一趟美农 品尝在地特有的美食 感受客庄迷人的魅力